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 我们看到市场主体对汇率双向波动的认识 认知是进一步深化的 汇率预期也更加平稳 我们看到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 稳定器的作用是更加明显的 那么还有就是人民币在跨境的使用中 它的占比也在不断的上升 2022年是接近了50% 今年一季度占比进一步提升